实际上整个管理的过程中 我们感觉到国家对香港的厚爱 好几次我们都感觉到 它是特别的强调了香港的角色 我很相信我们背靠祖国 面向国际 我们爱国爱港的力量 肯定在香港会壮大起来 把一个很开心漂亮的东方基珠 给我们国家 我们全国的人民 希望香港所有温元清人 都可以去其他的传媒 Youtube更加可以再提拖一次 应该静心努力 感受下今天的国家强大 是对我们多么重要 而一个中国人 有今天空前的成功成就 应该大家去分享 感到无限的骄傲和光荣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我会在我的工作崗位好好传授 和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里我衷心祝福我们的国家 繁荣富强 迈向更好的明天 作为青年人 我自己认为更加应该 是要继续更好地装备好自己 为了祖国的繁荣稳定 为了中外民族的伟大复兴 共同努力 感谢观看